新华社莫斯科,1月31日电,记者马晓成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30日说,升级后的屠夫160兆战略轰炸机,将于2021年开始列装俄罗斯军队。 塔斯社援引邵伊古的话报道说,俄罗斯对屠夫160系列轰炸机升级工作,正在按计划进行。 第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屠夫160兆战略轰炸机,将在2021年列装。 目前,位于喀山的飞机制造厂,已开始相关工作。 上伊古说,屠夫160兆,将配备最新的基载防御系统、抗干扰通信系统和独特的武器系统,可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。 该机型配备的NK-32型发动机,将为屠夫160兆,提供更强劲的飞行动力。 屠夫160轰炸机,是苏联屠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课辩后,略一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。 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报道,2015年,俄军方决定对这款轰炸机,进行升级改造。 升级后的屠夫160兆战略轰炸机,一次加油续航里程,可达12000千米。 搭载弹要40吨。 升级后的屠夫160兆,除机身外观与屠夫160一案外,其核心部件将被彻底更换。 中国空军发布时代楷模郝景文强军一风采游风。 中国空军17日发布空军航空兵牟旅旅长郝景文强军一风采游风。 郝景文是前军爱军金武标兵,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,飞行员,空军尖机机,首次飞跃对马海峡的编队长击。 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。 中国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,访问菲律宾。 由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吴湖舰、含呆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组成的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,于1月17日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港,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。 日称俄两架苏24战斗轰炸机,再次南下日本海附近空域。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1月17日报道,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6日发布公告称,俄罗斯军方两架苏24战斗轰炸机,于当天上午至下午在日本海附近空域,北海到李文岛海域,和新泄县佐渡到海域飞行。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,采取了紧急升空措施。 不过,俄军机并未侵犯日本领空。 日防湘在美发表演讲,空自将组建太空部队,并谋求与美合作。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日本防向盐巫役,于当地时间1月16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讲。 他表示,到2022年度,将新设日本航空自卫队宇宙领域专门部队,并有意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力争组建的太空司令部,谋求密切合作。 俄东部军区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。 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17日发布公告说,俄东部军区各部队,自17日起,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。 土总统说旭北部曼比纪爆炸事件,造成20人死亡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说, 根据土方掌握的情况,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纪,当天发生的爆炸事件,已造成20人死亡。 其中包括5名美军士兵。 2019年新年一史,宁仁天皇在1月2日,发表退位前最后一次新年致辞。 据报吸引了约15万人前来朝贺,这应该是他在位期间,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。 85岁的名人天皇,在致辞中表示,他祈祷日本和全世界人民安宁与和平。 而这一新年致辞,被称为平成时代最后的新年祝福,很多在场民众高呼,万岁。 感谢。 此前一天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发表新年改言时,称今年新天皇将即位。 日本将迎来巨大的历史转折点。 的确,2019年日本天皇以退位方式实现换代,是约200年来的第一次。 上一次,是在1817年,光阁天皇让位给人孝天皇。 2016年,宁仁天皇表示,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,恐难以继续履行天皇的职责。 2017年6月9日,日本国会通过天皇退位特立法,称天皇陛下常年作为国家象征活动,深受国民喜爱,但恐怕今后难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继续活动。 名人天皇曾接受过心脏手术,并患有过前列腺癌。 他在1989年,父亲昭和天皇叙事后继位。 在位时间30年,年号为平成,日本皇室有悠久的历史。 可以上诉至公元前600年创建日本的神武天皇。 传说他是太阳女神的后裔。 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。 从公元500年至今,日本的皇位世代相传。 从未见断。 因此,日本皇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皇族。 即将退位的名人,是日本的第125任天皇。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。 也是日本神道教的最高领袖。 曾被崇拜者奉为半人半神式的存在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。 作为日本投降的一部分。 欲人天皇宣称放弃,天皇是县是谁这一虚构观念。 而根据日本于1947年实施的战后宪法第一条。 天皇成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团结之象征。 有、之权力的、宁、上、家元首。 尽管如此。 日本天皇仍然在日本政治体制中,发挥官式和礼节性的作用。 其中包括象征性任命日本首相和最高法庭大法官,会见来访的外国首脑和王室成员。 接见外国大使和特使。 以及接见即将前往海外赴任的日本外交官及配偶等。 根据安排。 宁仁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。 也就意味着,沿用了30年的平成年号将终结。 日本政府官员在今年元旦日透露。 继任天皇的年号,将在4月1日决定。 为5月1日,得仁皇太子的继位做好准备。 日本政府表示,天皇退位新皇继位,将以不给国民生活造成混乱为优先。 这对即便同样生活在君主立限制下的英国人,似乎也有难以理解之处,更换一个没有实权的君主。 对国民的生活,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。 实际上,换年号对日本人的生活影响巨大。 因为在日本,阅历的标示,政府文件,买卖合同,甚至病例表等通通,都不是用公元制,而是用日本人习惯的天皇年号。 因此更换新天皇新年号,整个社会需要应对大小琐事相当多。 负责与叙利亚政府和谈的续反对派首席谈判代表纳斯尔哈里里,6日,呼吁部分阿拉伯国家改变立场。 不要与续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政府修复关系。 受叙利亚政府战场告捷和美国宣布撤军出动。 部分阿拉伯国家,主动向叙政府示好。 美联社报道,美国撤军决定,促使各有所求的中东地区,主要势力聚焦续东部和北部地区,试图填补力量真空。 示好遭反对,续反对派领袖哈里里6日,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告诉媒体记者。 他对一些阿拉伯国家,试图重新建立与续政府的关系感到惊讶。 希望他们逆转决定。 我们没有权利阻止这一和解。 哈里里说,我们只希望这些国家或许会重新审视决定。 认识到英与他们的叙利亚平民兄弟,建立真实巩固的关系。 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,随着旭政府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, 包括先贤支持反对派武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,开始寻求与巴刹尔和解。 以提高各自在叙利亚的影响力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上个月,重新开放驻旭大使馆。 巴林则说,设在旭首都大马赤格的巴林大使馆, 以及叙利亚驻巴林首都迈纳迈的外交使团一直在运转。